华为近期推出一系列新机 在大陆市场上掀起热潮 美国是否成功制裁大陆晶片 也成为讨论话题 但是根据媒体报道 华为手机晶片主要由中芯14奈米制成 以特殊辅助技术达到类似7奈米的性能 由于被美国制裁的特殊身份 华为对于旗舰手机 Mate60 Pro等基款晶片资讯 闭口不谈 无论是官网还是9月底新品发表会上 都没有披露讯息 市场充斥讨论 部分人士认为晶片由中芯加工制成 或是7奈米甚至5奈米 但真相无法得知 根据彭博社报道 台湾四家科技公司被发现 协助制作华为晶片 至于台湾公司有没有违反美国制裁 界限还很模糊 原因在于美国对华为管制是美国的技术 并没有明文规定阻止所有商业往来 先前大陆专家就有预测 美国可能对大陆加强制裁力道 现在美国一名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已经警告北京 美方计划最快在10月初 针对晶片和制造晶片设备出口禁令 进行规划更新 并且表示将会更加严格实施晶片管制 拜登政府也不是没有警告大陆 为了和大陆保持友好关系 先前派出许多高官访问中国 包括8月初访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9月白宫国安顾问苏立文 以及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的会面 这也是拜登政府和大陆寻求稳定关系的一部分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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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